现在的中餐厅二是当下最火的一道户外真人秀节目,当时中餐厅第一季的时候就先起了收视狂潮,甚至还带动了泰国和中国的旅游行业。 很多国内游客都是创着中餐厅去的泰国,可是在中餐厅二中,成员集体都换了一遍,仅仅上下店长赵薇还做正节目中,很多网友都好奇为什么中餐厅二的成员变动会如此之大。 赵薇在本期中就把这个原因说了出来,福禄寿三人在客厅里讨论昨天的情况,赵店长说,昨天就像打了一天拳一样,身体特别的疲惫,舒淇也是懒懒的躺在桌子,嘴上问着赵薇第一季的情况。 赵店长跟大家说,第一季其实别现在累得多得多,当时在太过四十度,天气炎热的化完妆,两个小时之后就跟洗脸一样。 这都没敢跟你们讲,怕说完都不来陪我了,确实,回想第一季时候的情况,不光是条件艰苦,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,比如张亮从楼梯上滑了下来, 当时在荧幕前的观众看着都十分的揪心,更别说赵薇和黄小明,他们在剑场时候的样子了,而且在泰国的时候张亮是主厨,没有人可以代替张亮的位置,所以就算张亮受伤了,但他还是要坚持把这个节目录制完。 想想在四十度炎热的高温下,还有在厨房的辛苦做菜,上一季的嘉宾应该都忍受不住了,虽然本季中餐厅的条件变好了,的,点选的也选的更加适合开餐厅了,可是经历过第一季的成员,们,已经不敢再录制了。 自然的也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